谁要来解救钟情 是由我们新传媒的朋友 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解救的过程是怎么样的 我们先用电话 动画图片来告诉大家 会非常紧张 我们也提醒大家立刻拨打电话 我们可以看到 在一开始将会有三关 其中第一关是火的考验 第二关是高度的考验 第三关是速度的考验 然后我们每一段都有一人 第一段是 是由玲玲以及世南这对夫妇 他们要越过这个火的重重障碍 然后才来到了第二关 然后拿到了第一串钥匙 才能够解开 在解开之后在我们的高塔上面 还有我们的三位艺人 是三位艺人是 玲玲以及米雪还有小沛 他们双手是被紧紧锁住的 他们要靠平衡 才能够渡过我们的独木桥 然后寻电缆而下 能够回到我们的车子上面 这时候 这时候就是我们的王建復 他会坐在这个车子的前端 然后冲破障碍物 然后拿到最后一把钥匙 才可以来解救钟情 才可以把钟情 救出来 他自己要解开最后一道锁 这每一关都非常困难 我们做这样困难的演出 只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您的电话 请现在立刻拨打 190012-6888 记得当他们每一关 尤其第一关 他们一解开了之后 这第一把钥匙跟第二把钥匙 是在这里 他们会从这里降落 然后就由我拿去帮钟情解锁 所以你的动作也得很快 你的电话会让我们的动作更快 做得更好 让我们面对挑战 加油 现在立刻拨打电话 我们现在要把现场交给 站在前面 郭亮他们 然后来看看 立刻就可以准备 谢谢钟情 请加油 谢谢 谢谢其他也有一缝 刚才玲玲告诉我 之前她其实并不知道 火是多么恐惧 通过这个项目练习之后呢 她有一点点的恐惧感 关注朋友请你想一想 如果说艺人克服恐惧 只是为了今天晚上 一段表演时间的话 那我们的肾脏病患者 可以说每分每秒 生活在恐惧当中 只有各位 慷慨解囊 捐钱 才可以让他们在 无望的黑暗当中 找到一线生命的曙光 赶快打电话 赶快打电话 那我们现在我跟郭亮呢 就站在四关挑战中的第一关 我们也看到我们身后 熊熊烈火已经被点燃了 那是四男以及林林良夫妇 即将要跳跃过的第一站 可是过后呢 他们的这个挑战还没有结束 之后还有多两轮的这个 旋转的火圈 我们先需要他们去 跳过这个火圈 那么刚才通过这个电脑图解 大家已经了解 这个项目来说 第一关尤其重要 在时间的把握上 配合上 还有克服他们心理的恐惧上 非常要紧 所以观众朋友 请赶快打电话 支持他们 我们每一回的彩排呢 艺人们的心理压力都非常大 因为他们每一次 几乎每一次都失败 我们第一次呢 我们希望大家的祝福 能够给予他们更大的信心 林林世男准备好了没有 好 钟晴 我们大家来了 开始 现在水已经淋在钟晴的身上 水会越来越高 你们两位加油 现在林林世男爬上了一个高台 首先他们要由一根绳索 荡到另外一个高台 两个高台之间相距大概四到五米 同时下面燃起了熊熊的火焰 好 单凭这一根绳索 他们要荡到另外一个高台 观众朋友 这个动作呢 难度非常高 如果太低 当然会被锁 会被火车烧到 如果用力过度的话 有可能跌到高台以下 在画面当中 钟晴现在所承受的是水的压力 水非常快非常急 加油第一位 馋男顺利的担过去了 林林 加油林林 加油林林 好 顺利了 他们两位成功地到达第二个高台 现在他们开始穿动一个正在转动的火圈 那么这个火圈在不断地旋转当中 表演者需要控制他的时间 角度 还有自己的脚步 这些都要经过非常多的练习 零零的速度要快 钟晴现在水淹过了脸 零零成功了 顺利地 顺利地过去了 现在湿南 我们看到湿南跳跃的时候火势更旺了 火加大了 小心 顺利了 现在他们要穿过第二个火圈 也就是第一关的最后一个环节 那么这个火圈跟刚才有点不一样 它的高度降低了 当然它的难度也增强了 同时我们的时间也在一分一秒地过 加油 加油 观众朋友也不要忘记你们手中的电话 加油 零零跳过去了 湿南 湿南同样 他的火会加大 他的挑战会 1900 112 6888 好 差一点点 差一点点 但是已经跳过来了 现在他们两个人要去解开 被绑在高台上面三位艺人的锁链 分别是炯药 米雪还有小沛 他们站在三四层楼高度的地方 要等着第一把钥匙解开锁链 现在第一关通过了 所以一共可以拿到第一把钥匙 解开第一条锁链 钟晴晴连已经泡在水里面 加油 快点 好 现在三位艺人慢慢地往上攀登 让大家知道米雪是有聚高症的 而且这个环节最大难度是 三位艺人的手是被靠在一起的 于是他们必须相互的配合 只要一方有一些闪失 其他两位很可能被一起 拉下这个高度 所以这是一个向高度挑战的 现在钟晴在水里刚刚解开 好 他现在暂时可以有几分钟 透透气 加油 你们要快 加油 现在观众朋友可以通过 我们的电视镜头看到三位艺人 正要面临他们这个项目最难的这一段 那么这一段当中呢 就会他们三位艺人完全没有任何的支点 没有任何的支点 必须要去到高台的另外一段 然后攀到桥顶 这是一个胆量和勇气的高度挑战 你们要动作加油 动作要快 钟晴虽然已经解开第一道铁链 但是现在水又已经淹到了他的下巴 动作要快 当然我们也希望艺人可以保持冷戒 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不要放下你手中的电话 不断地拨打我们的捐款热线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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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现在只要等着小佩能够紧紧地抓住另外一端的铁杆的话 他们恐怕就相对比较顺利一些 这一刻是最关键的一刻 这也是他们时常失误的一刻 我们在这里祝福他们 小心 加油 钟晴虽然 好了 小佩抓到了 抓到了 没事 没事 但是依然要非常地小心 这是举步维艰 因为每一步 每一个小小的失误都有可能 有意想不到的结果 主要是时间会有浪费 钟晴的腰是被铁链锁捆绑 所以他很难能够将头冒出水面 加油 即便是臂气 钟晴在水中也只能支持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好 现在三位已经顺利地爬到桥顶了 现在他们要解锁 快点 第二把钥匙 好 拿到了 陈一凤赶快将第二道铁链打开 钟晴现在人已经在水里面 他的腰部是被铁链踩住 钟晴赶快拉 拉开我的衣服 希望所有的朋友持续拨打电话 给予他们加油打气 水仁就在急速地上升 现在他的腿还是一样被绑到 最后一把锁要靠钟晴自己解开 动作要快 是 现在小佩要快速地从三层楼的高度 迅速地降到地面上 现在由他的队友呢 总要在慢慢地照顾小佩 希望他能够顺利地 滑到地面上来解救王建復 建復现在被锁在车子的顶端 就等小佩来解救 好 现在建復已经脱离了这个解锁 然后呢小佩也可以顺利地脱离 然后小佩呢会迅速地坐上这个 车 车架上 接下来要快 因为钟晴现在在水里面虽然能够站立 但是水急速地上升 可是接下来是最紧张千金一法的时刻 希望所有的观众朋友用您的电话加油 给他们打气 给他们支持 支持在水里的钟晴 支持即将面对挑战的小佩 小佩 加油 现在小佩呢要用最快速的 行驶方式呢 迅速地往前 然后要冲破的 木头做的这个障碍物 我们现在给他几秒钟 让小佩集中精神 也让建復能够全神灌注 现在水逐渐地要淹过钟晴的脸部 加油 只有一次机会 稳住 观众朋友 请您现在立刻拨打电话 现在您的支持 就是给表演艺人的支持 最关键的时刻 请准备 车辆现在开出 冲破第一道 冲破第二道 拿到钥匙了 快点 快点 成功地拿到了钥匙 现在将它丢进去 钟晴可以将自己 解开 钥匙在水里 钥匙在水里 钥匙在水里面了 在水里面 钟晴现在要到水巷里面 找到这把锁匙 刚才因为水流非常着急 自己要解开 他没有看到锁匙掉在什么地方 钟晴已经解开了 解开了他的一个铐链 好 第二个也已经解脱了 现在要小心处理选择 加油 加油 已经将近一分钟的时间 二人一直在水里 加油 透气 恭喜 成功解开了 恭喜我们居的艺人解救 钟晴穿空 齐心奋力解危机 终于圆满成功 谢谢 第一次我们看到 这也是今天晚上 几位艺人大家的共同努力 好 玲玲 你们是第一关 刚才会不会很有压力 非常有压力 其实当接受这个挑战的时候呢 我已经知道 我分分钟会被火烫伤 可是我觉得那只是皮外智商 也只是那么一下子 可是肾脏病人的苦呢 他们的痛是一辈子跟着他们 所以呢 我觉得观众朋友 请支持我们 请支持肾脏病人 因为他真的需要我们的支持 他们才能够更勇敢地活下去 其实开始的时候 我觉得很 这个困难的动作会比较困难 尤其是我太太 我觉得他做起来会更加辛苦 不过我们希望 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表演方式 能够唤醒新加坡 所有的朋友们的爱心 把今天你们的爱心 发挥得更淋漓尽致 好 让我们讲究 欢迎钟晴 太棒了 太棒了 谢谢 谢谢他们每一个人 因为其实呢 我刚才一点都不担心 我知道即使凌铃是男怕火啊 熊耀啊 Michelle 还有小沛他们居高 甚至是 健库在练习的时候还受伤 可是他们还是 刻不容缓 很勇敢地 过自己的那些难关 来救我 但是今天我想 主要的目的不是因为我 而是希望我们的节目 可以感动大家 因为我觉得 今天我们的情形 就好像肾脏病人一样 希望 他们希望大家可以帮忙他们 可以让他们 让他们脱离他们的困境 所以在这里还是希望大家 可以赶快 不停地 不断地打我们的捐款热线 帮忙这些肾脏病人 谢谢 对 我们请中期带领大家一起呼吁我们的捐款热线 1900 很快我觉得 对于今天晚上这么多长期在练习 然后刚刚要帽子危险的每一个人 你们的电话应该在现在要像雪片 像雪花 像刚刚淋在钟情身上的水 像每一个人脸上流的汗 一样的急 一样的快 才真正是支持他们每一个表演的人 请您立刻拨打电话 再一次的号码给你们 1900 112 6888 谢谢你们 更多的病患希望你的支持 显醉莲 她的故事也同样在提醒你 拨打电话 你快来看 灯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